因为我自己啊 瞎写过一些乐评 所以我知道写乐评 是件多么复杂的技术活 你想想看 你怎么能够用文字 去把完全另外一种 表意跟记号系统 用声音做成的这套系统 翻录成文字出来 让你的读者了解 你听到了什么 你对他们的看法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 那么而要把这样的乐评 写得不枯燥 就是不让人家觉得 你弹得太技术性 完全在弹给那些 只有听过那场音乐会 或者听过那个录音的人 来看了才有意思 才看得懂的话 那么你就需要一层 更深的综合的功力 抽象的功力 能不能够把你要评的 这些音乐 音乐家录音或者演出 在里面找到一个概念 一个话题 进行一种自信的探索 把它上升到更高的层面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有这么一个人 我觉得他做的是非常好 他就是已经故事的文化研究 跟当代文化理论大师 萨伊德 我手上拿的就是他这本书 音乐的极境 Music at the Limits 那么音乐的极境这本书呢 我拿的是台湾的太阳社的繁体字版 那么大陆也有它的简体字版 大家很容易就能够找得到 那么版本翻译版本也是一样的 是台湾有名的翻译家彭怀洞 必须说他译的相当不错了 而这本书呢 Music at the Limits 这本书呢 其实以前很多文章我都已经看过 因为这是他过去在 美国的老牌的左派的期刊 The Nation上面的 一个连载的乐评专栏的一个节集 当然并不是每一篇专栏都收录进去 它有的有收 有的没有收 那么说回这个萨伊德吧 萨伊德呢 在华人世界有名 主要是因为他写过东方主义 或者也有人翻译到东方学这本书 都知道他开创了 整个现代流行的后殖民 学术研究倾向的这么一个潮流 是当代文化研究 比较文学 文学理论里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那么前几年血癌去世 可是大家也许不晓得 他这个人一生兴趣非常广阔 他除了是个正儿八经的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名牌教授之外 他也参与很多政治活动 对不对 参与过巴勒斯坦的建国运动 那么同时呢 他还是个非常有名的乐评人 我们看过他的自传或者早年著作人都晓得 他的音乐是非常非常的熟 那这种熟悉呢 使得他能够写出很多外行人看不出来东西 但相反的内行的音乐学者又写不到他写的某些关联 什么关联呢 比方说我们看他过去的研究文化研究 或者帝国主义的一些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常常谈到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的著名的大师级的古典音乐 那些音乐那些音乐家在当时一个欧洲殖民帝国的背景底下工作创作 那么他们的创作跟这个帝国的政治社会乃至于生活本身 难道可以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于是他就找到了这个关联 那么这样子呢就会得罪很多人 很多人就说那你是不是想侮辱我们崇拜那些大师 觉得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凶呢 你这么讲又太简化他了 他想说的其实只是 这些人之间跟他的所处的环境 那个帝国的环境不可能毫无关联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有这种关联 就反过来抹杀了这些人在艺术上的某种的创造力探索 或者也就是说每一代人 不同人都会有他自己的局限 正如我们这代人也会有我们的局限 我们后人也许会帮我们发现我们的问题所在一样 所以呢萨伊德身为一个巴勒斯坦人 身为一个也同情犹太人当年处境的巴勒斯坦人 他不能够接受华格纳的反犹太主义 他不能够接受华格纳的那种法西斯的美学倾向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能够欣赏华格纳厉害的地方 然后为他写出很精彩的评论 那么说了半天我们来看回他的乐评 说到他的乐评他这个人喜欢音乐 喜欢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比如说这里面这一本文集是他去世之后 他们不他编的吗 他的遗孀他的太太就说到 1983年1月也就是在顾尔德 顾尔德就是他最崇拜的钢琴 加拿大钢琴叫Grand Gu 顾尔德去世后数个月 我们的儿子瓦迪发生非常事故 对我们这个家庭那是很恐怖的和死神插肩而过 我们得知瓦迪严重感染而需要住院那天 我吓得全身瘫痪 爱德华也就是萨伊德承受了那个消息 半小时后说我们既然有当晚音乐会的票 应该准备出门了 我留在家里既害怕又困惑 爱德华则去了音乐会 多年后我才明白他面对死亡的恐惧 寻求音乐对他是多么的重要 又比如说爱德华他的母亲去世一年之后 自己也被诊断出了血癌 音乐成为他寸步不离的伴侣 1998年夏天 他必须接受一场严酷可怕的实验治疗 当时正值海利克排定以14场音乐会演奏巴哈的管风琴作品 爱德华安排治疗日错开那些音乐会 他不但所有14场都到齐了 还写了一篇评论 也收到这本书 所以你就能够了解到写这本书 这些专栏文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底下 是在一个多么狂热的音乐爱好者的背景下产生的 那么他这么狂爱的狂热音乐 狂热的爱着音乐 但是他对当代的音乐很多的现象 很多潮流是毫不客气的要来批评跟分析的 比如说当代的很多的独咒家的一种炫技的表现 他就非常讨厌他们 什么叫炫技表现 就炫耀自己的技巧 也就是班越民所说的 纯粹是外露的技巧 空无内容 没有内涵 他非常讨厌这种这一些现象 那么而这些现象在他笔下的 已经不只是没有内涵这么简单 甚至还是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学理上的 社会上的问题 那么他怎么批评呢 我们先看一些简单的批评 他就说到 已经去世的指挥大师肖提 George Shorty 他说他见过他怎么指挥布鲁克纳 布鲁克纳缓慢 那种经过细心安排 拖得很长的结构线条 用意是要产生这种深思熟虑 逐步展开的效果 结果被肖提完全毁掉了 他说肖提现在在指挥台上的角色 是三分之一的管子领班 三分之一的马戏团讯师员 三分之一四十年代五十年代 好莱坞音乐剧想象的那种大师 动作羞羞有声 脑袋起起落落 挥舞猛刺猛扑 要命的装模作样 那么结果最后我们得到的 就是乏味无趣的一连串琐学语句 偶尔来个一扬顿挫夸张的段落 但是完全对于整个音乐的结构 毫无效果 这就是他所说的炫技跟杂耍 好 好